武漢肺炎的衝擊中挫許多產業 但運動品牌龍頭Nike 公布上季財報竟然有預期 顯示因應疫情的措施還算是成功 就算實體門市關閉 Nike仍然還是靠運動的App吸引用戶進而變現 全球數位業務相較於去年同期成長了36%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來一探究竟吧 -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我是Andy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3月27號 由張廷偉編譯而且刊登在商業週刊的疫情中股價大漲 Nike迅速把實體生意導向電商 竟然是因為分手Amazon 根據Nike財報,截至2月29日的三個月內 集團銷售額相較於去年同期成長了5.1% 達到了101億美元 遠超過於市場預期的98億美元 淨利潤則是達到了8.74億美元 根據路透美國跨國投資銀行Coleman分析師John Kerner表示 Nike中國地區2月份季度收入值下降4% 證明了他們對於混亂局勢的應變能力 而他們運用哪些策略讓在疫情時間的銷售額不減反征呢? 第一個,直接面向消費者的自營計劃 根據副比試 早在2017年,Nike就公布了一個策略 承諾要將公司的創新利益 進入市場的速度 以及和消費者直接聯繫 這三項指標翻倍 這個策略的基礎是Nike的消費者體驗 當時Nike的產品總經理Michael Spillen就說 我們是最大的運動服裝品牌 意味著我們可以將品牌的核心訊息 擴大到全球的生活對話中 於是Nike開始從原有的3萬多家零售商當中 刪除大量分銷合作的夥伴 資源集中在差異化的零售商 也就是能夠提供優質的顧客體驗 服務跟訊息傳遞的零售商身上 Nike早就體會到 在電商的世界有平台展示品牌是不夠的 還必須要能夠銷售品牌的形象跟商品 貿易雜誌Digidate分析 Nike原先想要透過與電商巨頭Amazon合作 消滅過多的第三方賣家 將消費者導向自己的銷售平台 但是沒有成功 期間合作的第三方銷售不減反徵 自家銷售品牌的銷售額也降低 所以在2019年年底 Nike以Amazon假貨太多有損品牌行情為優 直接與他們斷開合作 電商業務幾乎全面改為自營 直接面向消費者的過程中 Nike作為運動品牌而非科技公司 最大的障礙就是缺乏各種數據的分析 更貼近消費者個性化的需求 所以他們就陸續收購了數據分析 新創公司Select 電腦視覺商Intertax等等 在數位跟技術領域上投資 加強Nike的數位能量 第二個 從健身APP開始布局線上的電商 在中國人們只能隔離在家裡 業務難免就會下滑 面對這樣的危機 Nike迅速將消費者的注意力 轉移到數位平台上面 美國新聞網站Craft曾分析 Nike不僅是向消費者推銷產品 也持續傳遞各種信息 加上電身相關的應用程式 例如Nike Training Club吸引用戶 而最近 Nike還宣布 將免費提供訂閱版的Nike Training Club 持續透過社群媒體提供有關運動 營養方面的建議 打造出沉浸式的品牌體驗 融入人們的生活 而根據媒體觀察市場 Nike執行長 John Donahoe在財報後的電話會議中表示 截至本季鍍末 行動應用程式每週活躍用物 相較於前一季增加80% 他也提到 中國消費者對於我們的應用程式參與度高 轉化成電商的客戶 進而購買我們的商品 富比士分析 Nike的應用程式加強了購物的體驗 例如一個在健身APP上大量使用的用戶 會提供他專屬的會員折扣 或者是免費體驗個人的課程等等 消費者透過Nike App不斷往線上移動 加上網站上也有專屬的優惠 進而帶動強勁的電子商務 中國地區數位成長了30% 全球目前也成長了36% 第三點 執行長是電商老將 從容應對危機 Donahoe去年10月才接下Nike的執行長 當時領導公司13年的Mark Parker 公開稱讚他在電商、科技跟全球策略的領導力 Donahoe最廣為人質的戰績是 在2008年到2015年擔任Ebay執行長 期間營收翻倍到180億美元 市值成長超過2.5倍 達800億美元 那面對這次疫情的衝擊、衝動的轉型 可以看出這位電商老將的功力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疫情持續蔓延 許多產業都在逆境衝求生存 美銀分析師Robert Olmes卻表示 因為面對危機能夠快速地進行調整 恰當地執行營運策略 在現階段充滿挑戰的環境中 反倒可能會提高Nike在全球的市占率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有問題